各位同學 各位貴賓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開始一點半的議程 主題是E2與大數據分析 那我們邀請了王瑞鴻協力來進行介紹 那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瑞鴻協力 讓大家聽得到嗎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拍照和各位分享 E2與大數據的分析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來從事的是一個台灣的產業肯定 那各位在開始演講之前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大家 各位有沒有聽過工業4.0這個問題 有聽過的舉手 那知道台灣變成什麼名稱的舉手 那你說一下 很好 所以大家都跟上了腳步 那大家知道說其實工業4.0是誰提出來的 有人知道嗎 是德國先提出來的 那所以呢其實在我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是把這一年來到一年半來的時間 我們跟台灣的製造業 舉辦高科技到台積電 到一般的電子製造公司 讓各位知道iPhone上面 iPhone有沒有 iPhone可以舉個手 用iPhone的人 iPhone外面那個金屬殼的製造本身也會走向高科技 所以其實各行各業在台灣 目前工業4.0跟資產力4.0的議題 其實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呢 但是我們在台灣的產業呢 其實剛剛波動的時候 每一家認為都是高科技 那下一個問題再問各位 那各位認為台灣的工廠 除了台積電以外 那個工業4.0還達到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工業3.0 那除了台積電以外 各位認為台灣的半導力產業 處於工業幾點0 各位有沒有想過最簡單的問題 因為3.0有人達到 現在目前3.0大家覺得最好是台積電 那在3.0之外 除台積電以外 各位封測廠 各位覺得他們處於什麼簡單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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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想法嗎 你覺得是2.0還是2.5 各位同學 2.5 2.5 其實啊 公務軍我們調查結果 台灣有80%以上的產業 都在工業2.0 只有10%不到的東西呢 是在工業3.0階段 所以其實整個台灣呢 雖然大家談了一個叫生產14.0 真正要往前走 其實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我們為什麼呢 我們自詢1.0成為高科技產業的升級參與者 因為這一條路很遠很久 他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 才慢慢立安建 另外的部分叫做數據驅動製造未來 那因為這個話呢 其實最近才會發流行 大家聽過叫 Big Data 4.0 對不對 大數據 那這次各位聽過Hadoop的舉手 那用過的 很厲害 不錯喔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各位覺得Hadoop的角色是 是資料運算還是資料儲存 還是資料分析 各位覺得以Hadoop的技術來說 各位所認知的Hadoop 可以做這件事情 還是只能做一件事情 資料儲存可不可以做 資料運算可不可以做 資料分析可不可以做 可不可以 可以 等一下我來討論一下 所以我們整個呢 是在精神集團下面 成立給人家子公司叫Z 那我負責整個解決包含的利用 特別是在製造業 製造業的議題呢 因為今天整個的 一定大數據 但其實涵蓋的議題 沒有到全方位的製程 製程的部分 整個製程來看呢 其實從設計端 到量率 產量 膠期 返修率低 都是整個製造業所面對的挑戰 各位如果最近有看新聞 西門寺這家公司 其實在工業社群的方案 其實非常非常健全 海外有一些公司 已經跟西門寺在進行簽約 也想要導入工業社群的 壓迫跟利用 所以呢 但是過去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這屆自己的大 叫做資訊完整公主 各位很幸運的看到台積電的資料 各位如果真實去看工廠的狀況 資料是分身的 非常非常多地方 所以過去的決策 是靠神 是靠經驗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典型的基台 那基台的品牌 比各位想像的多很多 所以每一家工廠裡面的 基台 長得都不一樣 就算同一個功能 品牌也不同 資料格式也不同 所以這些資料 在那個情況下 過去即時收集跟處理 基本上是沒有做的 所以各位很幸運 處理到台灣頂尖的企業的資料 假設各位有幸運 到製造業去發展 那你就會了解 其實這件事情 都還沒發生 所以我們其實從 那一列的資料來看 事實上 他已經有做到 即時資料收集的處理 他用了很多的技術 在這五年來 將資料儲存 也做了運算 也用了很多的工具 去做了分析 那各位呢 從這張圖來看 會比較有感覺一點 這個是一個靶 各位有聽過打靶設計 有聽過靶 在製造業裡面 對比所有的良率 並不是一個絕對的素質 他有好幾個指標 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打靶打到全中心 非常好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可能打成這樣子 有沒有人打成這樣子 那請問到底好不好 我們講良率提升良率提升 我們客觀來看 假設我的目標叫中心點 那這些點對我來說是好還是不好 是這個分散比較好 是這個分散比較好 那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又是什麼狀況出了問題 所以其實從良率提升 更直接來看就是 基本上呢 這下面有一個叫LOCL跟UCL 也就是說 任何的生產都一個管制點 對不對 管制點離開中心以後 就叫做不好 對不對 可是不好到什麼程度 其實很多的判斷的空間 所以呢我們剛剛講說 過去呢有產線的資料探勘 但是沒有產線的可以給他探勘 原因是因為過去的產線資料 並沒有被完整的生活 這幾年下來 還要慢慢意識到 未來如果產線的資料 可以進一步分析 可能成為製造業的戰略武器 這件事情最近才開始重要 所以呢我們來看說 重複的問題不斷發生 在製造業是非常非常明白的 問題是多之廣 可能是人的問題 機台的問題 操作的問題 所以呢過去這個了解 跟本原因呢 基本上真的非常困難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下 是問題當它重複發生 通常很難控制到一個階段 所以呢我們來看這一張 就是現在整個製造業來看 叫做良率的肯定度 製造業來看 其實台灣的良率其實不算差 等一下我有一張圖來說明 台灣的製造業的狀況 跟韓國、大陸、日本 我們正好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才會知道說 我們到底未來在大數據 在製造業的分析下 可以做什麼事情 好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我們在今年 5月20號 在新土特學園區 比如台灣最重要的 出口生產地區 做了一個分享 然後發現呢 大部分人們遇到的問題 跟我上面所陳述的 其實非常的接近 但是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麼多體裡面呢 他們百分之90以上 勾了其中一體 大家猜在看是哪一體 百分之90以上 幾乎大概四五之家公司來 勾了其中一體 然後大部分都勾了 大家看是哪一體 從上面這邊是第一 二、三、四、五 各位猜這哪一體 三 還有另外答案嗎 五 還有呢 四 基本上答案是二 這樣瞭解我的問題了吧 我再陳述一個事實是 過去的工廠其實做這件事已經做得很差 所以呢 光能夠把機台資料收集下來 就已經是非常困難 黃論到分析 所以這跟我們原來預期也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跟各位原來第一次設計的答案 我本來認為是三、四 會比較嚴重 可是呢 發現到其實這些東西呢 他們不靠資料分析跟資料手機 他們靠產線工程師的經驗 就是我這個人 對這個機台 對這個產線非常熟悉的情況下 我可以去處理到這個問題 所以過去的產線工程師跟資料分析 跟非個案探勘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品管單位也不見得可以分析到產線的問題 所以他們其實分開獨立 那未來呢 其實問題越來越大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 是少量多樣 那因為現在的產品 的多元化越來越高 那我們有聽到一家台灣的電子代工歌 他說未來的Nope 可能可以在出貨的時候 幫你上面刻個你的名字 這樣好不好 就是你Nope 還有你的名字 那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這套少量多樣 但是也只有在那個板子上 那如何去做到生產線上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24小時內可以取消電話 也就是說好不容易生產 大家總共出貨的時候 收到一order的時候 取消 如果你是生產者 會不會有點生氣 可是你又要想 我要做全球化少量多樣 我要怎麼在我的產線上 做最佳化的版程 所以他們想到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他們說這一段 因為24小時 我如果生產16小時 把所有東西都做好之後 補膩的科的動作 是在護流液的潛衣站做得好 我要送的之前的潛衣站做得好 那他24小時在取消 我影響並不太大 他可以減少它的水質 所以少量多樣其實所影響的範圍 非常非常的廣 這不只是兩率 它還有架動力的問題 所謂架動力就是說 假設這是一條生產線 它一年能夠生產出多少的產品 這是架動力 工廠在乎的是這件事情 工廠通常過去在這一塊的提升 比較困難 通常我們知道的電子製造 到一般比較高級的科技的兩率 大概都在96、97以上 真正要走到資料探勘的情況下 大概98以上 才會有資料探勘的空間 所以不是每一家工廠都有資料探勘的需求跟能力 這件事情也是我們慢慢發現到說 其實如果這裡少量多樣 然後你生產線呢 剛打A產品50片 V產品30片 這是一種做法 以前呢iPhone是這一條線打80萬 所以它的產品差異 它的變數可以了解 是差非常多的 因為我產品線不同 我的做法有更多 所以我們發現到其實在台灣的製造業裡面 其實不穩定的電單是越來越明顯 不穩定的電單來自於大陸的東西 紅色的東西的出現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在台灣的製造業 其實形成非常大的壓力 就是說我的訂單會不會來 我的訂單會不會跑到中文達爾區 我不管怎麼提升良率 我的訂單是不接的 因為別人的價格是我明白的 這件事情影響非常大的 第二個事情來 客戶說我要訂30個 訂50個 以前你習慣收3萬個5萬個 你現在收3000個5000個做不做? 做了以後呢你會發現到你的良率開始主動 只是第二個問題來產生 第三個問題最大的問題 我要準備多少的庫存 因為我身材有壓力 我的料要不要準備好 如果我賣紅茶 我是現在開始煮紅茶的話 應該各位就走 那我又不能煮太多紅茶 煮太多給它壞掉 所以這個問題又慢慢發現越來越大 所以備料的貨存壓力 備料的貨存壓力 因為未來在整個生產之下 看看你們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庫存的保存是一個重點 你的材料主的能源泉 濕氣、溫度 都可能讓你的產品產生變異 所以未來有人開始針對材料 進行天空 除了產店之外 材料的監控也會未來活動 那材料對外生產的情況下 到底有多嚴重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看 如果已經真的走到自動化的情況下 我們要走到自慧化 到底要怎麼做 這張圖是去年自社會的一份 比較嚴謹的資料 我覺得它顯得還蠻好的 那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以駕動魚來說 一個工廠來看 就是看時間駕動、性能駕動跟品質駕動 各位看一下我們品質駕動差不差 好還是不好 不算差喔 有沒有看到 可是我們在性能駕動跟時間駕動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中國大陸 跟我們有沒有差很多 我們來看看中國大陸的性能駕動 比我滿遠的 所以我們很客觀的去看說 其實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的工廠 會覺得說 我們領先大部分還要幾年的時間 是吧 我們看到很多工業大廣會來看說 其實我領先它很遠 可是實際上整個來看駕動魚 是要看這三個的層數做出現 那為什麼會有時間駕動跟性能駕動的 這幾個問題產生呢 四個原因造成 各位最近在做的分析 基本上是製成異常 那社會異常的部分 應該我們不確定 應該是沒有在這個屏幕裡面 然後呢 草量多樣生產 是不是P4要換線 你一直要換產品線 那社會保險的評刺 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裡面 有40%的被駕動的時間 也就是機器停住了 我竟然是製成分身的異常 也就是為什麼整個高階製成來看 他們想要去了解製成什麼時候會發生異常 什麼時候會發生異常 各位設備會不會一直用 用得五名 用得十名 那用久了會不會有問題 我們騎摩托車都有問題 騎摩托車會換定期保養 有 也是他會有狀況 所以不是說 來 我們來做定期保養就可以解決問題 那是不是有些耗材該換的 我沒換 耗材換不換我怎麼決定 那耗材又很會的情況叫怎麼思考 所以這些問題是複合的問題 但是以整體來看 各位比較全方位的思維去看 為什麼我們在做資料看看這件事情 當少量多樣出現的時候 這個換線的評刺 這個設備異常 製成異常的情況就越來越遠 因為你一直在換 對不對 你本來是固定的就生成80萬元 不會有感覺 而你生8000元 然後下一個5000元 然後上一次做手錶 下一次做手機 因為這個情況下會讓各位慢慢發現 其實我們為什麼台灣 慢慢需要走到大樹域分局 需要找到生產的視點 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觀念 可以讓大家做一個比較深入的情況 那所以呢更細的來看 這是過去的生產線 不管從材料端 生產端 檢測端 然後到功能檢測 視覺檢測 壓力檢測 然後最後的檢測 這些資料呢 或許都有 但是都沒有存下來 揚賴的還是 所以你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這件事情 基台聯網獨立的不一樣 也就是說 每一個基台呢 叫做聯合股 我的協定 跟另外一家的協定 完全都不一樣 你要跟他溝通呢 期待想要跟你說 嗯 大概五十萬到五百萬 那一台基台呢 有時候三千萬 有時候五千萬也很易 所以呢 現在台灣人神工業呢 其實在進入了第一個動作 叫做 與基台聯網 所以為什麼說各位很幸運 都沒有考驗這個問題 因為沒有基台聯網的問題 基台是死的把資料真正吐出來 那我們聽到了 我們最近在封裝測試 也有一個暗語 那個資料量 各位電腦大概多少 記憶體 0.5p 有沒有 那個Notebook大概多大 300G、500G大 那你現在是SSD的硬體 第一家公司的DATA 如果全產線跑出來的話 有1PETRB 1PETRB是多少 1千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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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準備多少MOD 你要準備多少SERVER 好我們先講存就好 你要準備多少SERVER存 然後呢 這些基台吐資料 是每個生產時間都在吐的喔 非常及時代吐這個資料 怎麼收 怎麼處理 這件事情也是自己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來了 就是我們開始想要做環境監控 所以在半島嶼這個產業呢 其實無程式啊 溫度壓力濕度 污染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但其他產業不見得有收集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這個問題會不會發生 所以呢 這件事情即時資訊 無法掌握跟科技的問題 會產生幾個 可能問題呢 第一個是社會開始老化了 可是我買進來我怎麼去評估說 這個社會老化的成果是什麼情況 我到底有沒有被換到 第二個問題是品質下降的問題 跟產量變成問題 好 所以呢 過去的整個狀況呢 產線的資料 這一塊是沒有收集的 生產工單 設備 保養 這些都有收集 可是生產產線的資料 大量的資料是沒有被收集起來的 雖然有 但是一段時間你會把它處理掉 所以整個產線的資料的分析 一直脆弱 那我們來看看呢 更深入來看 整個產線的資料呢 也是目前你們在處理的動作 叫第一個 叫做工程資料的儲存清洗跟關聯 這是你們大三人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叫資料分析的清洗跟關聯 很多工具可以做 這個也可以做 SARS、SDSR都可以做 散量資料的動作呢 其實是可以做的 第二個叫敘述容器 我做平均值標準大分溫數 至少可以看看 到底現在資料的分析狀況怎麼樣 看來呢 過去的情況呢 跟各位所想的一樣 它就是一個LUBOBASS的概念 超過這個 一個標準大量 一個標準大量 我就告解 這是很簡單LUBOBASS的控管 然後呢 過去有一些控管表 一些Buskplot 一手管的部分 可以去動分析 所以這是過去整個產線的資料呢 它並沒有真正收集到基板的這一塊 事實上它是偶發式的進行這件事情 偶發式就是當產線出問題的時候 我再回頭來搜集這些資料 但通常資料有無聊 所以很難回去LUBOBASS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樣非連續性的搜集 所以簡單來說呢 從製程資料來看 這是比較偏半導理的KLOG的製程 SPC EQP的這些資料 進到整個資料庫裡面呢 它有一個特徵規則的運算 那這個是傳統運算 用ORACO 不管是要SIP 或SQL Server去算 就是屬於RBB的世界 這個事情呢 當資料膨脹到TB 或是資料格式很亂 非結構要是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做這件事情的困難度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呢 很多產線 為什麼慢慢就不選擇 ORACO SIP SQL Server的東西 來做產線的分析 所以生產固體沒法及時發泄 運算效能復章 跟農量貨物成本非常高的分析 這件事情 難度慢慢的出頭了 所以從這張圖來看 這是一個典型的製造的流程 它都每一個機台 都會有設定一個生產配方 有一個檢測結果 影像檢測的有功能檢測的結果 到最後呢 把它存到一個資料庫裡面 事實上這樣的感應的時間太慢了 而且處境成分太大 我們來看看物業30到4.0的差異 這張圖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各位在思考 不管是自己工廠 或是未來自己就業都可以思考 就是說 物業30到4.0 其實有幾個重要的Master會出現 第一個叫做智慧設備有系統 未來設備會思考 每一個設備本身會思考自己做得好 下一段之前我會告訴你說 你做得不好你應該回饋 所以未來的智慧設備這件事情 會開始發生 那目前台灣或是大陸 只能在做機器人 這件事情是引導入 那未來機器人要不要做監控 最近有沒有聽過 德國有一下機器人大事 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所以那個機器人 本來就把那個人舉起來 然後中間甩死 這叫公安事件 這已經不是生產事件 所以機器人的異常 未來會變成列入監控的其中一半 那物聯網的部分 是現在目前大家打通 就是工業羽帶網路 跟各位所用的羽帶網路 是工業人醫生那一部分 這塊如果能夠打通未來 連網的機器人的資料 才會更豐富更完整 那當然也有人開始 進行無線傳輸的部分 當然也有人開始在做更深入的 更細緻的感測網路 這通常還是在歐洲這一塊 來做的事情 所以呢 當有了這個溫度 機器人的資料 為了搬運車 假設工廠已經走到 所謂工業305的情況下 現在我們未來要做的事情 做到設備老化的預測 做到機台伸展工廠的預測 材料品質的監控 包含一些停留室 溫延路人部分的監控 無人搬運車的時間控管 所以這整種的東西 其實在人工業社裡面的範疇 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數一分其實只是 其中一個小環 但是扮演很關鍵的部分 所以呢 期望的目標就是 所有的生產資料 檢測資料 風能檢測 未來還有視覺檢測 視覺檢測就是 當你組裝的工廠 去擦很多的原件的時候 你要出貨之前 你用人去看 到底有沒有少擦的部分原件 這件事情未來 會用視覺檢測取代掉 這個地方是慢慢 我發現到很多 不管傳統或先進的部分 在這一塊都做 只是做的細密度不同 所以這叫光學檢測的一塊 這是未來可以發展一個地方 老化檢測是 未來很多公司都會希望知道 說他的產品 什麼時候會換掉 所以老化檢測的部分 也是未來會做一個重點的部分 那中間這些資料裡面 我們統稱它叫做 基盤工程資料的即時收集 透過一個 很多Big Data的 Chromebook 把這些資料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做有系統的分析 所以它適用的是 生命週期段 跟多樣少量的生產 也呼籲了各位 Intel 或是全球的 整個重大的公司 在談的 叫做物聯網實在來臨 物聯網實在來臨 其實相關的設備 會非常非常多 但是所有的產品 複雜度會越來越高 所以希望走到呢 各位在這次大賽裡面會用到的 卡路平台 HBFS 用到NoSQL裡面可能有HBFS 有Hive這個部分 用到了馬號 跟Spark 有人聽過馬號嗎? Spark都有 都有 有在玩了嗎? 還沒有 有沒有 那期望的未來呢 的做法呢 其實也不見得要再經過資料庫 未來 大家知道R跟卡路的接口 非常非常的完美 你們知道嗎? 整個R跟卡路的接口 非常非常完美 從RHDFS 到RI的部分 那目前呢 Spark 也出了一個新的元素 叫Spark R 未來呢 你可以用R 讓Spark去算 而且是在Ammari的方式去算 所以卡路的整個技術的演進 這三個演進 進步的非常非常的快 它未來呢 可以幫助各位 即時算得快 跟擴通成能力 這件事情的重要點 在第一件事情 就是即時 產線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 如果做不到即時 跟算得快 基本上一算完 你產線都已經做完了 你的反應時間也不夠 所以為什麼各位在做大速率分級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去認真思考說 到底這件事情 它的反應時間應該怎麼快 我會用什麼樣的技術去做這件事情 才有辦法真正做好 我的資料攤勘的整個Model 要怎麼樣做Round to Round 這地方是更多更多的細節 今天就不講用了 後來有一些其他的分別可以cover 所以這張圖來看就會更清楚 我們把架構再講得更細一點 未來呢 這個工程的資料儲存跟運算 會在海部裡面直接做到 這件事情並不難 要說這件事情並不難 難之難在呢 這個工程資料的錯誤 是到底有多少種 等一下會有一張圖來share 那往上走之後 會有Spark人跟馬號 那有一些RCA 自我印射SOM 巨類決策數 回歸 在基本上在Spark跟Hardu 馬號裡面都存在非常非常多的部分 那目前馬號是超越於Spark 但以Spark來的時候 他運算的效率 運算的能量 目前業界非常關注 還有客戶直接來找我 就是要做好Spark 已經忘記Hardu了 他們不知道Hardu Spark是弱在Hardu上面 只是他沒有再走Hardu的 那一個架構 如果各位有研究Hardu的部分 他未來會走到哪一個架構 SparkRs 你知道嗎 SparkRs YAR YAR Spark 像我們都這些資料 其實這個社群導播的東西 非常非常多 SparkRs 這個架構 會讓整個運算效能 非常非常的快 那未來呢 需要的人才 當然就是有 除了資料科學家 這個部分之外 也就是說各位 未來很多是資料科學家 跟所謂的產線工程師 未來一起整合 為什麼 因為 A產線工程師 B產線工程師 C的工程師 過去是沒有溝通的 我做我的 你做你的 未來所有產線的資訊 是要溝通的 那這個是過去在產線上的做法 比較大的差別 所以呢 數據驅動製造未來呢 其實各位在想見自己 其實有自己的元素 必須要完成 第一個是Hardu 必須開始熟悉Hardu 也是在為什麼在這次大賽裡面 會期望各位多熟悉Hardu 因為這個Tool在未來的重要性 會越來越高 第二個是資料可以增加 第三個是Hardu 所以當你具備這三種人的時候 能力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是 業界非常強要的人才 但是通常做得到 雖然目前就是有資料 Hardu 有資料可以選擇 要熟悉R的人 熟悉Python的人 要產線的人 通常是這樣的組合 才有辦法真正去做到 大數據看看 這張圖文就更細一點了 那我們來看看整個 資料處理流程 真的要去做到每一條產線 要真的做到的情況下 他必須要做到資料處理 但是呢 各位講到資料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各位有聽一些分享的話 你可能80%的資料 80%的都在做資料處理 你不是在做資料處理 你光資料錯誤的模式 也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東西 你不是在資料入庫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滿挑戰過去 整個產線的資料分析的流程 所以資料正確性 資料的錯誤模式 資料實際上辦理入庫 這些事情 都會影響控制 這個地方 也就是為什麼 各位的恐慌要下來這個地方 到形成了錯誤判斷之後 我還要鑑定製程之後穩定 鑑定製程不穩定 有一些手法可以鑑定 有了這個製程 穩定的情況下 我會再做模式探量的確認 然後進入發行很多方式 我們才會去幫一個客戶 去建構一個系統 一個這樣的報導的情況 才有辦法真正告訴大家 這樣的專案 其實通常一到兩年以上 有實力的辦法真正做到 它不是一個立竿建議的做法 所以很多客戶 我們跟它說明 大樹一芬基 聽起來很美好 聽起來很神奇 可是很多苦工 是需要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所以我們往下看 這次題目好像沒有一個意思 在生產變數裡面 基塔 哪一種基塔 什麼時候作業的時間 當時的溫度是什麼 溫度可能是爐內溫度 或是四塊溫度都可能 起高 哪一種元件 這種壓力速度這些東西 我產生了某個缺陷 就是點擊你的電子資料裡面的缺陷的結果 我只能去做複文的分析 找出哪些因素跟什麼的分析 這是未來一個還蠻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我們大家慢慢談的多變量分析 但是未來的多變量分析 但是未來的多變量分析 為什麼會越來越重 因為它不是只能被看法的 因為它的變量很高達1萬到10萬 所以你用人是看不出來誰跟誰是有關係 或是誰跟誰同時都會出現 你也分不出來到底他們兩個的關係是 兩個都造成了 還是兩個都不會造成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貢獻性的貢獻 我們期望未來的新一代生產產線的資料 經過這樣的流程之後 透過很多的預算 可以做到真正的分析查詢跟告知的做法 所以整個的位置來看 大家慢慢的清楚 其實整個大數據分析會落在哪些地方 目前我們來認證在那裡看 基本上有一個生產機台自動化系統 這叫PLG 叫可程式控制的部分 這是在生產機台這一塊 通常也會有一個叫生產執行系統 或是Shoplo卡做的這一塊 大數據生產的資料素做事 這個東西 它可以回饋上面也可以回饋下面 但是這個地方對它來說是個資料點 這是它回饋的執行單位 所以它的位置 它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把它坦承認是於生產公司 你的Ecosystem 你應該有這樣的概念 你才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 不然各位只知道大數據分析 可是不知道它在工廠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跟未來各位可以自己擴取自己專長的地方 這是我分享的很多參考 所以以最後一個總結來看 工業森林裡面 假設你已經真的做到自動化 你所有的測試 組裝這些東西都自動化以後 你還是會魅力過 就是每個地方都是無力控管跟資料混在 這還是用經驗法 就是每個產生公司的資料法則 誤判還是會存在 你希望做到工業森林 是做到整個控管 這要集中的 你希望做到幾個重要的事情是 不管是要做異常派出 生產機台的參數調整 設計的變更 到客數的分析 都是工廠未來非常重視的事情 你希望這個時間能夠收到 你的反應時間變快 你的反應能力變好 你的分析能力也變強 你才有辦法真正找到 線上機制健康跟回饋機制 提供產品增進的資格量 這個是整個在台灣的製造業 正在進行營業上 民進革命 我們參與人也很希望 台灣人可以跟上這個條件 趕快一點發生 讓我們台灣成年去增進 好 這是我今天簡單的分享 謝謝大家的時間 再次以熱烈掌聲 感謝魏宏希里的演講 那接著的話 我們下一場的是 就是泰斯科技 介紹BigData與MedLab的一個醫用 那我們歡迎Geoffrey來進行演講 那我們掌聲歡迎Geoffrey 好 大家好 我是Geoffrey 然後我是來自泰斯科技的工程師 那我今天其實這場 這半小時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MedLab在BigData之別 有什麼相關的案例跟功能 那其實前面其實 這種場其實我是覺得還蠻好 其實集合各種不同的專長的領域 其實也會有不同的工具來介紹 那各位其實可以看到說 這樣不同的工具 我是以什麼樣子的角度出發 來看這件事情 那這半小時 我想就以工具的角度來 看看BigData這些事情 到底在MedLab裡面它長什麼樣子 它有什麼客戶在用 MedLab在做這些事情 那 MedLab是什麼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先問一下大家 在座有聽過MedLab是什麼 聽過就可以了 大部分都有 有用過MedLab是什麼 有少一點 但是還是蠻多的問題 好 那MedLab是什麼 我們工具是其實 每次出去拜訪 去客戶拜訪 都在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會稱它是什麼 我會說它是一個高階的省事員 那這個高階層次員 跟半層次員很差別 在於它其實有很多的 Migrant 可以供各位使用 如果各位用過 都一定知道 裡面很多的Function 來自不同的Tobox 那這個Function 其實有很多各種 不同的功能 那這個Function 可以用來幹嘛 它可以用來做 數值運算 可以用來做視覺化 可以用來做一些資料分析 所以這些呢 都是MedLab的功能 都是MedLab的功能 那這些功能呢 其實會來自 各種不同的工具箱 所以MedLab呢 其實是由工具箱 所構成的 那這些呢 是會跟資料分析 相關的工具箱 那通常資料分析 各位留著一定會聽力 我們一定會先有資料的 源頭 那這個源頭 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非常非常明確 它就在Arduino上面 所以呢 其實MedLab在新版本的時候 有提供Arduino的功能 所以呢 這就是在前面 最前面這一塊 DataXS的入口 但是進來呢 其實Data不一定乾淨 所以一定要花很多時間 在做資料處理 在做資料處理 那各位一定都會 大家一定會 會警告各位說 資料處理 一定會 各位花費用非常多的時間 資料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單純 沒有這麼單純 所以各位在資料整理 應該要花一些時間 再來的話 你可能要做一些分析 分析需要模型 需要統計的手法 這個也許是各位的專長 MedLab也可以替各位 解釋一件事情 有一些方言在裡面 那再來呢 最後一件事情是 當你開發完成之後 你要怎麼用 這些東西 開發好的東西 到它後台的 它不可去進行 成功算 那這些其實 在MedLab都可以做到 我等一下慢慢會不會說 那這個呢 是 今天我大概會講的 架構 那我會講一下 MedLab的技術方案 就是它在BigGata裡 有什麼相關的方案 然後有個Live Demo 說Live嗎 我沒有說 沒有Live 它其實是一個影片 那 比較多的重點 會花在 成功案例的分享 那其實 原廠跟國外一些廠商 其實有很多成功案例 那這些經驗其實可以學一個歌 最後呢 我會整理一下 那是我的優勢有哪些 那這個呢 一開始其實是BigGata的定義 那這個定義呢 我想各位應該都聽你了 那定義呢 其實 我覺得定義還蠻重要的 那Wikipedia這一段話 我接取下來 其實我覺得還蠻符合 由工具的角度出發 守定義的BigGata 他說BigGata是什麼 BigGata是 當資料量太大或太複雜 讓你覺得 處理上有一些困難的時候 那這個困難的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第一個 你只要露進來 這個就是一種 一種狀況 對於我的軟體而言 有軟體的角度出發的話 資料露進軟體 那就是一個問題 那 各位可能還面臨什麼樣子的挑戰 這四件事情 可能是各位在BigGata 在處理這樣子的大量的資料 會面臨到的挑戰 第一個 要怎麼開始 很多人 其實他還遇到這樣的狀況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開始 第二個 稍微 進步一點 他資料會摸進來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去開發 怎麼樣去看這些 這些資料的最基本的 一些狀態 再來呢是 他會畫一基本的圖形 會對這些資料做一些簡單的分析之後 他要怎麼開發 演算法 是可以分析這麼大量的資料 那最後呢 這個演算法開發完成之後 他要怎麼把它放到系列的系統上面 這個系列的系統 我相信在這裡很明確 他就是在很明確 他就是在很明確 所以這幾個challenge 其實是有層次 他依序下來越來越厚 那我想我在簡報的過程當中 我會依序的 這些問題的答案 會慢慢的明確 那這個呢其實是 那個在bdata相關的一些 我們整理出來的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續一直都有 那最新的其實就跟這幾個東西有關係 一個叫bdata store 等一下我會講看看 第二個叫bdata store 我相信各位如果知道 bdata store bdata store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的資料如果在航空上面 他那麼可不可以連接 可以 只要他處在hda上面 bdata store bdata store 先講一下data store data store是一個蠻新的功能 那這邊我們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data store到底在當 如果有興趣 各位有跟訓我們 我們在他們查 這個功能就是在做什麼 那詳細的內容 當然我們會在訓練課程裡 第一位各位說 那data store這個東西呢 他其實是 讓你跟資料之間有一個連結 他其實是創造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 可以連到哪 第一個 很單純的csv single text file 或者是一個csv file 都可以 第二個他可以連到 data base 一般的sql server 這種data base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他可以連到hadoop 他可以連到hadoop 那只要在 你的hadoop 你的hadoop 你在data store的一個input 擺上 很多的完整項目的 他其實可以連到hadoop 上面的資料 那他可以幹嘛 他其實可以做一些很簡單的review 像這個 他就是幫你把資料 前面前幾筆都解釋了 讓你看到資料的樣子 那也許有一些資料是你不要的 你可以去把它 不要做選擇 那你就只logic你所需要的部分 那再來呢 他會去incrementally read 這個data 什麼意思呢 他其實是一段一段一段的把資料分進去 他不是講說這個資料有 1000萬的 你可以一次讀2萬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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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來看他的長相 然後來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分析 不用一次把資料寫入logic記憶體 所以呢 他這個fn其實可以讓你在單機上面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意思是說 他可以讓你在單機上面開發 這樣子的 後續可供規模化的程式 再來呢 mail reduce mail reduce mail reduce呢 其實是 好多元的運算架構 那你在mailer裡面 其實可以依照這樣子的架構去做鑽型 可以依照這樣子的架構去做鑽型 那 用上的章譜是 只是一個例子 就是你在mailer裡面如果鑽型 mail reduce 而用mailer裡面的mail reduce 這個 function 的話 其實你一樣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process 那這樣的 process 其實讓你可以去 在單機上可以處理大概用的資料 那當然 這單機上處理 其實對於現在的資料是不可能的 一旦你用這樣子的方式鑽型 你可以把這樣子的東西去 放到行動盒上面做運算 怎麼放呢 我們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透過我們的mailer compiler 那compiler呢 其實 我們現在compiler可以 compile成hadoop的 所支援的格式 那你一旦把mailer user定義好 你就可以把它compile成hadoop的東西 在hadoop的job上面去排程 然後進行運算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透過MDCS 是透過我們的mailer distribute 那這兩種的運算架構 是不太一樣的 是不太一樣的 那 我先簡單講一下 如果你是透過compiler的方式 透過compiler的方式 因為hadoop都有很多node 每一個node 每一個node 其實我們會在背後 裝上所謂的mailer run time mailer run time 那你一旦把mail reduce的程式開發好 在左邊這裡 左下的這裡 你一旦把程式開發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compile成hadoop 或者是.sh 各位可能會遇到hadoop 所以是.sh 那這個.sh 那這個.sh呢 它其實會透過你的機器 去配送到hadoop上面 去進行mailer user的運算 最後再把結果回傳回來 所以呢 這個是它簡單的運算結果的程度 那當然 每一個block 其實它就是一個 基本的node 那當然 這個node 你只能用去分散 那是透過 透過它背後的機器去做配置 那再來呢 是mdcs mdcs呢 其實 這張圖看起來 會跟剛剛的run time 有點像 你如果透過mdcs的話 其實你是透過 你就並不是透過那個.es 或.sh去下命令 你是直接透過mdcs本身 去下的job 那這個job 那這個job的話呢 其實 如果說 你使用的是mdcs的方法 你在Hadoop的每一個node的背後 你安裝的就不是mdcs的run time 而是 我們mdcs 跟computing server的一個service 它其實是一個服務 那各位可以想像 你把它想像成一個背景運算的mdcs 你就可以把它 它就可以把這個整個東西串起來 有沒有那個本身去下命令 有沒有那個本身下命令 那這個就不用透過 所謂的e.se 或是點在設計 所以這兩種連結的方式 兩種其實 看起來會很像 但是運算價的東西 不太丟 所以呢 這個是大致上技術的方案 如果大家對於技術或者是 就是 細節 想要詳細的了解的話 其實 可以上訓練課程 或是去網站上面找 其實都有很多詳細的資源 那再來的話 是demo的部分 這個demo呢 其實等一下有一個影片 它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那這個demo呢 它其實還 它的原本資料還蠻大的 我記得它好像有 一個csv檔 大概有3g多吧 3g多 其實 就是其實 你要錄進memory 其實有時候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那尤其 我在我的小小部分 它其實不太好錄進memory 那我要怎麼讓它在單位上可以運作 其實 我們就透過了 一些方法 把一些統計分析的手法 改寫成memory 就只能合適 然後讓它可以畫出最後這張 這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這是什麼 這其實是一個 美國 麻省 麻省的每一個city 它hybrid的數量 那它的資料量很大 它其實就是 我剛剛印象中 它有三巨多的一個csv檔 你要從裡面去抽取 這一堆資料出來 也就是說 它裡面當然有city的資料 這一個roll 這台車子它幾年到幾年註冊 它是在哪一個程式註冊 那它是不是害羞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會在 資料裡面顯現 那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資料漏進去 去做整理的動作 然後把它整理成這樣 然後把它整理成這樣 裡面呢 在這裡 它其實呢是一段空 各位可以發現 其實Malm它就是 程式 它就是程式 說是程式碼 也有點沉重 其實它比較像是下距離 比較像下距離 那各位你看到上面其實有 HDFS的路徑 那那個路徑呢 其實它這個demo 是真的是在運用程度跑 真的在很多商人跑 然後呢 再來呢它就有Mapper 跟Reducer 在這裡 看這裡 然後呢 它會進行ManReduce 這個方學的預算 然後前面這個DS呢 就是它所 CREATE的一個NASPORT 的OPJECT 那你要按RUN之後呢 它其實就會 連結到很多 HDA上面的資料 去進行預算 進行預算 那它就會有 Mapper跟Reducer 也就是剛剛 各位看到的那個 所以它其實就是這樣 應該是有用那個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在開發上 在開發上 其實Mapper就是一個 好 即使你開發時間的一個工具 那它希望能夠 讓你開發時間 能夠鎖到最高 然後它裡面當然有很多 Live的空間 各位的應用 各位的應用 好 就是這個 所以它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應該是有用 應該是有用那個 Mbcs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用這個 再來的話講一個 講一個案子 這個呢 這個也是一個DEMO 其實 那這個DEMO呢我也有 那它還蠻有趣的 這個DEMO呢 它其實是把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 Government Reduce 去做一個結合 現在結合這兩個東西 其實什麼大容量 其實什麼大容量 那它是一個什麼例子 它其實是一個 Building Temperature Building Low Temperature 的例子 也就是說 就是有移動大容量 可能有很多的空間 那它去記錄這個空間的 的 空間裡面都會裝 sensor 那這個 sensor 去記錄這個空間裡面 各式各樣的溫度 包含冷氣吹送出來 那個風的溫度 包含這裡的平均室溫 包含一些溫度濕度等等 那它想要幹嘛 它其實想要做 用個學生理做一個模型 來預測室內的溫度 預測室內的溫度 那我猜啦 這應該是一個 來自能源公司的例子 它在做的是 移動大樓的能源的配置 就是空調的能源配置 怎麼樣配置會讓室溫打蛋 達到最佳狀態 所以它在做這件事之前 它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是能夠預測室溫 是能夠預測室溫 那它這個面部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它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 讓 讓 這個模型 可以去預測室溫 去預測室溫 那它的資料有多大呢 它說 Each Note 有 165 MB 的 Data 和 CSB 檔 然後說總共有多少幾個 GB 聽起來還還還還還 那 它這樣子這麼大的資料 它當然不可能 一次把它丟進一個訓練器的 model 那這樣子 對於機器而言 其實那就是一種負擔 所以它想到了一個方法 它用 May Reduce 的方法 去 BIT 的訓練器的 model 它怎麼做 它說 它 create 一個 multi-layer 的 model 那 layer 1 呢 它就train你一個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再把這樣子每一個空間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的結果 擺到第二層去再train 所以它其實是用 2-layer 的 train 2-layer 的 train 那它的結果其實還蠻好的 那這個我有幾次 其實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寫信給我拿 所以它的做法其實是這樣 它就把資料做切割嘛 那每一個 zone 其實就是一個切割 那每一個 zone 呢 它其實在 map 的時候 各自去train model 各自train model 再把這個 train 每一個 model train出來的 model 的結果 當做是 reduce 的 input 再train一個東西 再train一個東西 那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它們覺得還蠻好的 他們覺得還蠻好的 那下面R-square 這個高溫滴 但是其實 BIT 出來還不錯 這是來 FAMO 的部分 但 FAMO 當然不會有什麼事 那再來的話 其實主要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成功案例的 成功案例有幾件 想要詳細的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 TeSto Testo 是一個賣場 它是賣場的利益 大家應該要聽到他們想聽 那賣場它是高 這個是 Metup 的案例 主要跟他們熟後的關係 再來是 Punion IQ Punion IQ 應該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其實就是在做 大的運營的配置 所以它是在做控調的 那第三個的話 是湯南大學 這個 BioAuxures 這個是生物生物 各位已經查了 那它們其實資料量很大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所以我這個案例跟各位還蠻像 我覺得它的案例跟各位還蠻像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第一個先講 TeSto Tesco 其實它是一個賣場 那國外還蠻大的運營 那它發現說它有一個business problem 它發現說 欸 存貨會浪費 有時候會浪費 有時候會短區 會短區 它就是各位台空天 有時候在Sero搶到泡棉 那是一樣的到 那這對於商場的營運而言 其實那是一種沒有效率 那是一種沒有效率 所以他們發現 他們發現其實存貨 有一些存貨跟 存貨需要的數量 其實是跟天氣人的關係 所以他們去收集的三種資料 第一個是 你這次看中間是SeroE 歷史的溫度 然後天氣人的預報 跟他們銷售的歷史 歷史的銷售量 各種存貨化歷史的銷售量 各種物體 那它去做一個模型 那這個當然是 這個是一個價格彈性 它是有跟價格彈性做的交 那它用一些統計的手法 去做了一個模型出來 讓這個天氣 跟它的銷售量 有達到一些關係 這什麼樣子的天氣 它的銷售量會是多少 屆時它就可以去 背它的儲物 那這是它的變身舉手 它有減少多少在浪費上面 然後30%沒有短距的現象 然後總共減少多少matter 所以這個是一種案例 這是一種案例 我們在上場的例子 再來的話講一下 這個Building IQ的例子 那這個Building IQ 它其實是 比如說它是做大樓 裡面的人員的配置 它還沒有那麼做 那它其實裡面在做的是 它有遇到一些最佳外方 有遇到一些技能幫忙 那主要是想要讓這個大樓裡面的人員 不要有浪費的情形 以節省這棟大樓的排資 以節省這棟大樓的排資 那當然它的困難點就是在於 它的資料量大概哪 大概就是 其實它每一個重點 每一個時點 它都是在收集 甚至都在收集資料 那你一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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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下來 其實那個資料量會很大 一天你一棟就會很大 那它如果每一秒再計的話 其實那一天的資料量就會很大 那它說它做了什麼事情 它說它Malab去分析 跟視覺化大樓的資料 然後它去找到一個最佳化的 一個演算法 讓它可以去做機式能源的配置 機式能源的配置 那結果是什麼 它說有很多的資料被分析 有幾倍的視覺化 然後呢它說 開發你看法的時間 增加了十倍 應該是快十倍 快十倍 這TEMPO是十倍的 那它就說這個東西可以很快的被找到 所以它其實講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它開發很快 第二個是它資料很大 然後可以很快速的被分析 那接下來的話是講一個 這個例子還蠻有趣的 它是康南大學的生物生物文學家 那他說他們一直以來 他們收集了很多的聲音的資料 那這聲音的資料高達10TB 高達10TB 那這聲音在哪來 是各種不同的channel 他們有各種不同的收聽的頻道 讓他們去收集各種不同的生物的聲音 那這東西他們其實可以透過這些資料達到 那當然 這麼大的資料 假如說 我在這一堆10TB的資料裡面 生物裡面 我想要找海豚人 那我要怎麼找 那我一定全部資料少過一點 所以他們的問題在於 他們這樣很大 造就他們的運算時間很長 所以呢 因為他說 他用melevent create了一個 hyperlose computing file 來分析聲音的資料 所以他當然用到melevent的PG預算 他用到melevent的MDCS 那他說 他的結果是這樣 很多年的開發時間 就是他覺得用melevent開發很快 所以其實他節省了一些開發時間 再來呢 他的分析的時間 本來要好幾個星期的 變成幾個小時 透過我們的PG預算 然後再來是說 他以前沒有分析的資料 跟來不及分析的資料 他現在可以分析 所以這是他們的結果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例子 我想跟各位比較有關係 那這個例子呢 其實 他都應該都看過這點 就是Share 這是河海 那河海 大家有些台灣的例子 叫做機油 他其實不只做機油 他是一間石油的純意識整合廠商 他所以怎麼非常的完整 從石油的探勘 石油的經驗 到 後端 賣 就是這個 家遊站都有 家遊站也有殼牌 你如果去過國外的話 你看到家遊站 其實有些會掛過來 所以他其實非常 從上關的探勘 到底下的方式 其實都有 那 他的挑戰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第一點 非常的下 我第一次看我們在用這個單位的寄資料 46 Fatomby 什麼data 那這個data哪來 他的data其實是來自於他 產業鏈的中間的部分 也就是在石油經驗的部分 那這個石油經驗呢 其實跟製造會有點像 他也是一個流程 電油的是一個流程 電油的過程當中 也是有機器去記錄所有製造的資料 那製造的資料 他們當然會想要增進產能 他們會想要減少浪費 所以呢 他們其實就要做這件事情 用統計的手法去分析 哪裡可以改進哪裡不行 就在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資料這麼大 資料真的蠻大的 蠻嚇人的 然後他說他第二點 我其實覺得講得還蠻 蠻精闢的 他說你要開發一個東西 必須要能夠得到一個 可以行動的insight 那他特別用actual mode這個字 你不能分析的結果 結果是 就是你沒有辦法做任何的事情 結果就是這樣 你必須要能夠做 對這個結果 能夠有一些改進的方法 那這個對於他們也是比較重要 那我相信這個也是 各位在比賽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的事情 你的結果必須要有actual mode 能夠actual mode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他們能夠 這個結根上面有點呼應 就是他能夠 即時的去干預 現在的製造 然後能夠把這樣子的 異常現象 能夠即時的被偵測 然後他能夠阻止 那樣子異常現象發生 所以呢他這些 威樂開發的一些 與MARES 就是MARES 就是MARES 那他就是用MARES 去開發這樣子的手法 然後讓他去即時的干預 這樣子 這異常現象 那結果就是這個 6-8% 他的產品被提升 那這對於一間公司呢 不要想看6-8% 他們的產品是非常大的 6-8%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鏡頭 好 再來就有一些 很多不一樣不一樣的案例 但都是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或原廠在合作的時候 得一些不同的案例 第一個是做機台的 Steelall 他是做機台的製造 那機台在於 他每一次的進台 進台出去 進台出去就是7秒 那這個7秒 每7秒就會記錄到很大的資料 他就更能夠 在這7秒之間做一些事情 所以第一個呢 他資料其實還好 但是他其實需要即時的運算 第二個呢是 電信商 他在做顧客人士的分析 那是東西 資料也很大的 那在財務上面 有一個 你的Credit Bank 他會做一個 Market Data的研究 然後他也有在分析 也有那個 代理在HG 這個現在 這個應該是個CDC的例子 我們用BIN BIN在做自選車的時候 會在車上裝很多的SENSE 那車子可能在世界各地開 他們去看 使用習慣 比如這個車子在哪裡 他們的狀況如何 他們也用MEM做分析 最後一個例子是 各位看到 這應該是一個狀況 是無人機 無人機在試飛的時候 一樣 飛機上的狀況 那個SENSE 那各位應該都有感覺 最近飛機掉很多 所以其實 飛航安全非常重要 那他們能不能夠 從這個 飛機上狀況的東西裡面 去及早發現一些事情 他們其實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有很多很多 來自不同的產業 各式各樣不同的案例 就幫各位分享 最後 剛剛應該有回答到 也提出幾個挑戰 那 怎麼開始 其實MEDAP提供了一個 好的介面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開始 MEDAP其實提供了一個 蠻好的介面 讓你自己去Access一個地方 那我剛剛就講 DataStore DataStore 那各位就可以去查這個指定 然後看他怎麼用 使用起來很方便 那再來的話 是你要怎麼去快速的 看到資料的狀況 那 那 NEDAP其實提供了很多畫圖 跟資料整理的功能 在體驗 在體驗 第三個是 你要怎麼開發一個 Scalable 剛剛提供了其實MEDUC 我們提供了一個鑽形的架構 提供了一個Function 供你去把你的 你的 審置碼套路上的 什麼架構 你就可以去分析 這麼大的資料 最後 你要怎麼去整合到 好多個環境裡面 那對我來說 就是卡牌了 或者是MDC 所以其實每一個問 每一個挑戰 其實都有各自能答案 都有各自能答案 都有各自能答案 講一下訓練課程 緊接著來的就是 下禮拜的訓練課程 那 下禮拜我們在新竹場 開兩場 那主要兩場 所以第一天我們會針對 MEDUC的基本運算 基本操作 我們還是要假設員 完全不會MEDUC 那基本操作 跟一些統計分析的手法 我們會交給很多人 這要整理會在上面 A2呢我們就會講 MEDUC的自己 跟他部分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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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天主要是不同的 訓練課程 最後最後 這是我們公司的加碼 特別的加碼 我看一下 如果各位用MEDUC參賽 就是MEDUC參賽 那如果說你真的MEDUC參賽的隊伍 你獲得前三名的話 最後的結果 你如果獲得前三名的話 除了原本 如果有獎金之外 加送一台 MEDUC 有很多 但每個一台 每個一台 那 這次我們公司特別的オフ 那就當然也是想要鼓勵大家 用MEDUC參賽 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用我 都換用我 那 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Jeffrey的分享 那針對兩個問題的部分的話 有沒有人 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 下一個也舉手 然後 針對那個 瑞宏協定 還有Jeffrey的部分 都可以 都可以進行到位 如果沒有要私下問的話 也歡迎在茶序之中 就是 進一步的交流 那我們現在 從 兩點半到三點為 茶序之間 那我們下一個場吃 是從三點開始 那我們現在是 進行茶序 謝謝 好 那我們接著再開始 下一階段的議程 那我們 我們 歡迎 Evelyn 來介紹 IBM 與大數據分析個案的分享 那我們掌聲 歡迎Evelyn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 IBM的Evelyn 那今天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能夠到亞洲大學這邊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說 我們IBM在大數據分析的這個領域裡面的一些產品跟它的應用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之前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念的是管理學院 我是念商科的 然後 在大學的時期呢 因為接觸到行銷研究這種課程 然後開始接觸到資料分析 那是 學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資料分析非常有趣 所以呢 在教授的那個 就是建議之下 我研究所就轉念了 應用統計這個領域 那 我們家 還蠻有趣的一個線上 就是說 其實 我是大學念商科 統計 研究所念統計 那我姐姐是大學念統計 研究所念商科 那等我媽媽有一天發現這個事實的時候呢 她就很生氣的跟我講說 你們這兩個姐妹簡直在浪費我的錢 就是念的過程完全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不直接自己私底下 就是那個 商科跟統計互相交一交就好 然後浪費我兩個人的錢這樣 對 所以跟同學就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家庭有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可以省下一筆錢這樣 那我之後呢 因為做 就是念了統計之後 所以我之後的相關的工作經驗 都主要是在做數據分析這裡的話 那目前就是在IDM的商業分析部門 主要看 就是Big Beta的相關的產品以及應用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Big Beta這個名詞 就是紅了這麼多 就是近期來紅了這麼久 這個議題這麼久 很多的其實企業 那號稱有在做Big Beta 但是其實到底怎麼做 要如何做 其實沒有一個企業或是人可以講出一個非常精確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我們今天先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分析了一些進程跟演化 其實從最早期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來說企業在做的是單維度的reporting 跟多維度的叫做我們叫OLED 那像那個PowerPoint上面簡介是說 我們上個月手機的生產量是多少 那多維度的分析就變成我們上個月的手機在大陸的生產量是多少 那這個主要就是我們傳統大家熟知的BI 叫做Business Intelligence 屬於是出爆表的一個部分 那這兩個都是屬於敘述性的分析而已 那並沒有加上所謂的原因分析 所以我們後來呢透過統計 那加入了所謂的原因分析 然後可以知道說 因為可能在大陸的組裝的機台壞掉故障 所以呢我們上個月安控的生產量可能下降了兩成 那這前三段的分析呢 又主要是非常是歷史的資料 那接著進到Beta Mining的世界 就是希望透過歷史的資料 就是找出一個pattern 然後呢進了預測未來 所以在Beta Mining的世界裡面呢 資料分析就變成說 如果我的機台是AA機台 然後我生產的地區是在大陸 那氣溫低於15度的話 我的生產量會下降兩成 這對於商業的決策上面來說呢 就是公司的高層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未來我的 知道說大陸的會有含油來洗 那我可能就不要把我的生產放在大陸 或者是我不要把我的生產放在AA機台 就可以幫助公司高層做商業上的決策 那接著因應Beta Mining的特性之後呢 我們現在眼睛繞出所謂的Big Beta 是因為其實數據量越來越大 那大家熟知的每個四個V 數據量越來越大 然後收集資料的速度又越來越快 那資料的種類越來越多 不只傳統的結構化 還有現在多就是圖片的檔案啊 影像的檔案聲音的檔案 甚至文字的檔案 未來都是我們資料收集的對象 然後資料的模糊度越來越高 所以呢 才會有所謂的進階到Big Data的世界 那我們看完了那個Big Data 了解Big Data之後呢 我們這次比賽大家的主題就是半導體的產業 半導體的資料 那我今天很快的先介紹一下半導體整個產業鏈 大家可以看到在前端上游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是所謂的IC Design Design House 就是大家熟知的108顆或是Quocon 那接下來呢 比賽完之後會放到我們的所謂的晶圓製造 就是這次比賽的主題 你知道開機點 那一片晶圓呢 從生產到完成 這大概會經過三個半月到四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中間它所累積的資料量就會非常非常的龐大 那再來生產完之後呢 會放到封裝 就是到封裝測試場去做測試 那大家比較熟知的就是細品啊 或者是日月光 最後才到那個主題板上的做組裝 那這邊就是紅海的部分 那這邊呢 所謂現在半導體產業鏈的這樣子的成型之後 目前因為營運新的客戶的需求 所以呢 有所謂的叫做半導體的一條龍 就是半導體產業一條龍的概念 就像台積電它現在不只做晶圓的製造 它也自己有一個封裝測試場在龍潭那邊 所以呢 這邊呢 因為因應客戶的需求 大家可能每個產業就開始往自己的下游 繼續整併 那這邊目前呢 就會往半導體產業一條龍來繼續進行 那我們這邊說到 除了半導體產業有一條龍之外 其實IBM在與資料分析這一塊呢 我們有所謂的 我們產品的資料分析的一些 一條龍的項目 主要的前端呢 我們叫做資料的收集 然後在中間 透過一些統計的分析 統計的數值 最後到建設模型 那模型建完之後呢 最後呢 可以deploy到我們公司的生產系統上面 或者是決策系統上面 那可能同學看到這個會覺得說 天啊 我如果要做數據分析 我怎麼會 要學這麼多產品呢 其實沒有 不需要 在這一次的比賽當中呢 同學主要會用到的 會是這個 SPS model的這個產品 做那個 預測模型的建立 然後配合左邊的這邊 就是 SPS Analytics Server 跟台積電的 Hadoop的資料互作連結 那 SPS Analytics Server 大家 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翻譯官的概念 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 SPS Model裡面 做我的任何的 模型的節點 數據整理 一些操作上面 透過 Analytics Server 這個翻譯官 翻譯成 Hadoop看得懂的語言 就是剛剛提到的 MapReduce的語言 然後丟到Hadoop的系統裡面 去做分散次的運算 做加速的運算 算完以後呢 結果再透過 Analytics Server 再丟回 Model 所以其實同學來說都不需要 就是你不希望會寫任何的 MapReduce的程式語法 你要做的就是通通的操作都會在 Model上面 然後做拖拉點選的方式 那我等一下會稍微 Demo給大家看 那另外一方面 因應大數據 Big Data 的需求呢 其實在傳統的結構化的 數據分析上面 還有另外一個產品叫做 Pure Data for Innovative 那它是一台機器 我們曾經做的那個測試 我們測試了一億筆的資料 然後跑20個 regression 模型 那通過在機器大概9秒鐘 20個模型就跑出來了 所以其實未來在 Big Data 的世界裡面 就是運算的快速能力 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了解了 Big Data 了解半導體產業 跟分析的工具之後呢 其實我們什麼都具備了 就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那我們到底要分析什麼 那以半導體這次搭競賽的主題呢 可能最主要的就會是說 我要了解半導體如何改進我的量率 那我們可以看到圖片上面說 以前的一個chip製造 這麼大一個chip裡面有100個功能 但是隨著那個製程的演化跟進步 到最後其實一個chip這麼小 裡面可能會有一萬個功能 所以說在這生產的過程當中 會有累積相當相當龐大的 data 那在台地面裡面的 data 有可能是一個晶圓知道三個半月的過程 你可能累積到一萬多是好幾萬的變數的資料 那你要如何成這麼多的變數當中 篩選出對於 就是兩句改進相關的一些變數呢 那我這邊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這次比賽可能會看到的一些 就是beta的變數 可能會有那個機台的資料 那樣equipment 然後或者是昌室 就每個機台裡面每個chamber的資料 或者是每一個機器 然後每片晶圓它的用料的一些資料 那分析的手法呢 有可能會是就是 單變量的分析 就是single root cost 和每一個變數對於良率的影響 或者是多變量的分析 就是不同的variable放在一起 是不是對良率造成影響 或還有就是比如說 變數跟變數之間的交互影響 那這種分析呢 很多時候就是傳統的分析人員 大家會流於說 我做出來很多的統計數值 p value r value 那這樣子對於就是 同學在做簡報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比如說老闆 或者是評審 他會聽不懂 因為他們沒有統計背景 所以呢我們通常會在建議說 其實除了統計的數值之外 我們必須要加上一些 就是視覺化的圖表來做呈現 那幫助老闆跟評審呢 易於了解 大家各位資料分析的一些結果 另外我們在講到說 在做資料分析的時候呢 商業企業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就是封測場 封測場 封測場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KPI 叫做overkill 那中文叫做誤殺 就比如說一片金人呢 我可能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我覺得它上面紅色的點代表 就是壞掉的蛋 這一片金人測出來呢 大概壞掉的蛋非常多 量率可能只有60% 但其實重新測試了一遍之後呢 我們發現說 其實它的壞掉的蛋只有7個 那量率其實高達9成 那怎麼樣避免這種 就是overkill 誤殺的情形 這目前是在做的封測場 他們都沒有任何 就是完整的messality 一個process 可以來做完整的檢驗 那如果有人說 那我就每一片都重測就好啦 但是重測這個動作 就這樣耗時跟花錢了 所以這是非常的沒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目前來說 其實這種東西overkill的 這種判定 其實都非常現場的金牌人員 那他們對於自己商業的理解 跟了解這樣 所以呢 我們才會說強調說 其實在做資料分析的過程當中 自己對於自己本身 domain knowledge 跟business know-how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稍微提到一下 我們IBM 對於資料分析 有一個標準的 資料採礦的流程 第一步呢 就是所謂的business understanding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再來呢 叫做資料的理解 beta understanding 還有接下來才會做資料的準備 beta preparation 那其實剛剛前面很多幾位的講者 都跟大家提到說 這前面三個步驟 可能會大家 花大家大概百分之七十 到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那這個這邊也不是就是大家 我這邊就是在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沒錯就是會花這麼多時間 因為其實前三個步驟 基本上大家做得好的話 就會決定這次比賽的勝負 因為最後在建模的時候 統計模型跟樹枕模型其實大家都一樣 那模型的建立 你用那個plotform 就是任何的一個產品 你丟進去跑 其實模型越一樣 所以其實勝負決定在你資料的準備 那而且因為建模現在很方便 其實基本上滑鼠一點點 像模型就出來了 所以呢最後建完模之後呢 大家再做模型的評估 也是另外一門學問 那通常其實我們大家會建議說 哎 百分之七十的資料拿來建模 剩下百分之三十的資料 拿來這種模型的評估這樣 那評估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部署到商業的應用上面 那剛剛提到了企業理解的重要性之後 我們現在稍微這邊講一下 什麼叫做資料理解的重要性 就是行政院大概每年都會提供說 我們去年台灣平均薪資所得大概是多少 那今年 今年的話他就會提供說 去年2014年台灣平均薪資所得 就我們的印象應該是四萬七千塊 就這個數字 可是大家會想到四萬七千塊 這個數字 剛聽到的時候可能年輕的學生 剛才別的學生也會認了一下 有這麼高嗎 因為如果真的這麼高的話 為什麼就是藏起來 22K一直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跟異學 那其實22K其實不能 就是22K的問題 然後行政院說 四萬七千塊 其實不能說他錯 就他的數據可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可能非常 就是他覺得台灣人的薪資所的分布 是一個常態分布 那所以平均數呢大概在四萬七千塊 但他可能不知道的其實是真正的數據的長相 台灣的薪資所的可能呈現兩個風態的分布 有錢的很有錢 那可能22K的民眾也是很多 那這種是其實薪資的分布 就是呈現一個M型化的社會 那我在這時候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然後看到我們同事有人講 一個非常好的比喻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說這個四萬七千塊這個數據 就跟你說姚明跟納豆的身高 平均一百九 是一樣沒有意義的 就是因為姚明兩百多公分 納豆大概一百五十幾公分 那平均一百九 一百九是連勝文的公分 就是連勝文的身高 我覺得這種比喻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要先熟悉自己資料的結構 以及再繼續做分析才會有意義 那接下來呢 我們跟大家說來介紹一下SPSS Model的這個軟體 跟大家操作的介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邊呢 中間他就像是一個白紙 然後他在於操作建模型啊 這個過程呢 通通用拖拉點選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 就其實不需要用到任何就是寫程式啊 扣定的能力 那右邊這邊呢 就是讓大家方便管理說 你每一個拉的project 就是你拉的資料分析的串流的管理 然後下面這邊呢 你可以非常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你的每一個project 他是基於你是商業理解 還是你是在建模型 方便大家做檔案的儲存 那下面這邊呢 就會有非常多就是資料來源的選取 或者是你這個是資料的處理 或者是你是模型建立的一些功能的那個版 就是選擇的那個版本 那我這邊實際Demo一下給大家看 那這邊可以完整的看到那個 第一個呢其實大家這次比賽 最主要我們會從Hadoop來連接 所以其實大家第一個會從資料來源這裡 第一個應該是連Analytics Server 就是如果是用SPS model的這個產品的話 那因為今天就是我Demo的電腦 他沒有就是連到那個Hadoop 所以呢我這邊用另外一個Sample Data 就是舉例給大家看 這邊呢 點選進去這個結點呢 然後你只要選說你的資料 然後你這邊可以先預覽一下 我們這邊就是先假設 就是大家可能會遇到台積電的數據 大概就是Wafer的ID 晶圓的ID 或者是他的兩率 那他每一站的機台的資料 或者是Chamber的資料這樣 那這邊大家就是 預覽的話 先幫大家就是預覽施筆的資料 那這邊確定之後呢 我們通常會建議說大家 要先看一下就是你的Data的Quality如何 這邊呢 你按拖拉你的DataQuality進來連結之後呢 做點選 他馬上就可以幫你把每個欄位的資料的分布長相 就呈現給各位看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必須先了解你Data的分布 才不會鬧出像剛剛那個 台灣薪資平均4萬7千塊的那一個情況 那這邊呢 會看到說 我有效的資料其實是200筆 但是裡面呢 因為某些欄位會有很多的控制 所以有效的Data只有10筆 那在這裡呢 這個節點裡面的品質這一端呢 就會有提供 如果你是Missing Data的話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補值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 就是有很多補值的方法 那這邊提供了一些就是看大家的需求 你要是固定的 或者是你要放一個那個Random的隨機變數 或者是也可以用演算法 來幫你做Missing Data的差值的那個補齊這樣 那看完了那個Data的Cology之後呢 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其實運用視覺化的圖表分析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這邊 這邊呢 可以讓大家看到說 如果我要看涼綠跟其他機台的分析 這邊可以做那個點選 如果點選兩個都是連續型的變數的話 它這邊會指動一個後面說 欸 哪些的圖形 大家可以 就是認為比較好 簡單搭配 通常 有時候大家會喜歡用那個散步 比較接的方法 但如果今天不是兩個是連續型的變數 或者是一個連續型的變數 或者是一個連續型的變數 跟一個類別型的變數的話 它這邊也會根據不同的資料的形式來提供更多 那如果你不是看兩個變數 你每次看三個變數 你每次看三個變數 也都可以 它的那個圖形的建議會隨著你變數不同的選曲 而做不同的那個推薦 好 那看完了這個圖形之後呢 如果我們想要建模 我們這邊呢 第一個會需要同學呢 先選取一個欄位類型的節點 這是建模之前一定要用的節點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個節點呢 它可以幫助大家是說 我今天要預測我的良率 那它良率就是我的目標變數 就是我的Y或我的特別 那其中呢 Wafer的ID其實 對我建議一個預測模型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其實我就不需要把它 就是帶到我模型的裡面去 然後按確定之後呢 SPS這邊呢 其實提供了非常多 不同的統計模型跟數學演算法 大概三十幾種接近四十種 那我今天就隨便先選一個 如果是類神經網路好了 然後我其實只要按 模型都跑出來了 所以其實真正 我們剛剛說其實建模很簡單 不要滑鼠按一下頂一下就出來了 那這邊呢 產生出來的模型呢 大家都可以透過 SPS裡面的一些Function 就可以看到說 那哪些變數對我模型來說 有比較重要的解釋能力 就比較重要的Variable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然後再來 那我可以看說 那我的類神經網路裡面 它到底是怎麼樣跑出來 那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的高低是如何這樣 透過這些操作呢 就可以幫同學 就是很簡單的 稍微了解一下SPS model 那有些同學說 欸我不會統計 那我也沒有懂那麼多的數學模型 那怎麼辦 其實沒有問題 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超級強大的藍人包 就是自動幫你建模的節點 那這邊呢 它會根據你的資料的格式 就是推薦適合你這筆資料的模型 那這邊它裡面就是 這邊的專家 你們就會說 喔這你的input data 那這邊有很多 大概五種吧 四五種的模型的建議 那你只要按執行 它就會幫你們一條模型 都幫你建好 然後之後再給你一個Rating說 哪一個模型 它的預測能力比較高 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 想要再跟大家強調一次 就是建模很簡單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多花一點時間 在前面的企業理解 資料理解跟資料準備 這三塊上面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 就像剛剛Demo說的 其實SPS Model 它是一個非常直覺化 好操作的一個統計建模的產品 那大家不需要就是 花到任何的寫程式啊 寫Coding的能力 這些都不需要 那我們裡面呢 提供的數學模型 這邊有 就是一個列表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大概三十幾 快四十種 那其中還有好幾個 就是自動建模的模型 那有同學 就是應該在學校會學R 或是其他的程式語言 那因為上一場 有蠻多的同學提到說 他們有學就是R程式 那這邊的話 如果有習慣用R程式的同學 就是其實也不用擔心 SPS Model裡面 我們也有一個R的節點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節點 裡面輸入一些你要的R code 或是一些R的 排列表演算法 那其實SPS Model跟R 也有做相當好的結合 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就是這個節點 然後欄寫R程式 那這邊呢 就是再稍微公商廣告一下 如果就是同學對於 SPS Model有興趣的話 其實直接Google 就是SPS Model download 其實我們這邊有提供 就是一個月的試用版 對就是同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download稍微 就是玩一下這樣 那再來最後就是跟大家聊說 我們在統計分析上面 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沒有統計的知識 那我該怎麼辦 那我不喜歡寫程式語言 我不會寫Seql 我不會寫其他的Many 桌子 或者是其他的語言 那我該怎麼辦 我是念商科的學生 我不是工科的學生 那我沒有跟Hallway House 那種管理的經驗 或者是我碰到了一個 非結構化的資料 那我沒有一些 非結構化資料的平台 就幫我做分析 那我該怎麼辦 那其實這邊 對於我們來說就是 要是拿這都不是問題 No problem 就是IVM呢 就是對於上述的這些問題 都有相對應的產品 可以讓大家解決 大家的問題 對 那只要你有需求 我們就可以用Solution 提供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你們的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一路是會有一層 就是楊夢峰博士 然後會介紹那個 Spot在結構化 以非結構化資料上的分析應用 我們來歡迎江博士 我們來歡迎江博士 今天大家很辛苦 已經經過一天的研討會 那我接下來這是最後一場 大家再忍耐半小時就好 那我先講一下 我現在要講個主題 因為我們這次的大數據競賽呢 基本上是鼓勵一個跨領域的團隊的合作 對不對 所以每個團隊裡面呢 可能不管怎麼樣 就不管你這個團隊裡面 有沒有資工系的同學 總會有一個人是要負責這樣工作的 那我今天講的這個重點就是 比較針對整個團隊裡面 負責寫程式的那個人講的 或者說你們剛好 整個團隊就有一個資工系的同學 那就是針對那個同學為主 但是其他人要知道說他這個人非常的辛苦 所以不要小看 然後我記得早上那個 嘉年應該 嘉年老師應該有跟各位講就是說 整個年薪的分佈齁 資工系是未來年薪會比很多的齁 但是現在就請他多做一點苦工這樣子 那我是念資訊工程的啦 然後我畢業以後一直在科學區裡面工作 但是呢 我做的事情都是跟 跟資訊系統還有資料分析相關 我不會做半導體的為主 但是我會看你的資料 所以我工作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首先呢你要先思考一個觀念就是 你現在這個比賽呢 所以你會面對的就是一個很大的檔案 檔案是什麼知道嗎 就是我們平常會用Windows嘛 那個檔案中文打開裡面看到都是檔案 那但是呢 因為這既然叫大數據 所以那個檔案可能是很大 那根據小道消息顯示 就是初賽的話那個檔案就可能是有5G左右 意思就是說你不可能直接把那個檔案直接 露到你前台的電腦 然後直接用暴力 用Excel去打開 打不開 所以你要面對的就是一個很大的檔案 那當然附賽更大 聽說去年是20幾G的一個檔案 好 那點CSV的檔案的意思就是說 你 假設你檔案小 你可以用Excel等等這種 比較簡單的工具去打開它 好 那打開它你可以去設定規則說 欸 假設有豆號就把它當分格符號 或者有空格就當分格符號 它就會擺在那個Excel裡面的一個一個擺好了 意思就是說 你想要看懂一個資料 有一個前提 你很像很像希望把它擺在一個 表格化的一個架構裡面 那當你有辦法把它擺在一個 表格化架構裡面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結構化資料 那可是我們在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很喜歡談的就是說 我們大數據分析的比較厲害 都是處理非結構化資料 其實不是說非結構化資料就拿來分析 前面的好幾場大家都有談到一個觀念 就是你可能光是整理資料 就會花在你七八十%的一個時間 意思就是說 你面對一個很巨大的文字檔 你要想辦法把它的結構抽出來 抽出來以後你的心裡就要想 它是怎麼樣的概念 它是有什麼樣一列一列的資料 然後它用哪些欄位去描述它 以我們在半導體分析裡面 裡面呢可能每一個列代表的就是 某一片WAFER就是某一個經驗 從頭做到尾的所有的資訊 都把它寄在各個欄位裡面 所以欄位數會非常多 可是這個是已經整理完的結構 代表說你現在所處理的那個原始檔 是一個更多亂七八糟的資訊都擺在裡面 或者說有很多你要的資訊裡面是空的 所以開始的那個整理資料可能會耗費你非常多的時間 好那可是就會有人說 前面聽了那麼多場 不是有很多工具都可以直接把那個檔案打開來嗎 這邊就有一個大家思考就是說 做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很多工具都很厲害 都可以毛起來把很多大的檔案打開來 可是呢 越大 代表裡面 越多亂七八糟的東西 所以你就算用工具打開來 你也看不懂 或者說你就是 反正就是說 我就信任這個工具 我就把這個亂七八糟資訊全部都倒進去 就會見出一個 他也不知道意思 你也不知道意思的一個模型 那這個模型就沒有辦法做分析 所以你要開始去篩選資料 那 篩選資料 意思就是說你還是要是面對 這個一開始那個非結構化資料 就是那個檔案 我們剛才講說結構化已經長成一個表格了 對不對 就是一個table的樣子 那是已經整理過了 那還沒整理前你就要想 這個一大堆檔案裡面 我還是要去想 我怎麼去切那個資料 我要建立所謂的metadata metadata意思就是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概念去看這個資料 所謂叫什麼概念就是 你的每一筆資料要有哪些欄位 這就是你想要建立的metadata 好 當你建立metadata之後 你就會有兩個選擇 一個 你處理的還是檔案 但是呢 因為你看 你們在團隊裡面有一個非常勤勞的資共系的人 你們就命令他說 你趕快開始寫程式去整理那個檔案 好 譬如說本來20G的檔案 你要想辦法把一些亂七八糟東西篩選掉 寫一個程式篩選篩選 然後剩下一G 一個G就是我們可以分析的對象 那你可以把一個大檔案篩選成一個小檔案以後 直接分析 也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 你乾脆就真正去把它整理成一個table 一個格式 那這兩個差異在哪裡 就是 假設你一個大檔案分 經過篩選變小檔案以後 它還是一個檔案 檔案是可以用 早上從早到晚 介紹的各種工具去分析它 可是原則上是不能去改它的 那各位想說 對啊我又沒有那麼無聊 我今天只是來參加比賽 我改那個資料幹嘛 但是呢 假設你們這一組討論出來的一個分析流程 就是 我先把它整理成一個table的樣子以後呢 我可能這個籃位跟另外一個籃位 可能要加起來 變成第三個籃位 或者是你把這個籃位 可能要經過什麼樣的處理 本來是ABC 你要改成一二三 假設你們有需要去對那個table做加工的話 那你們就要先把它轉換成一個 叫做結構化資料 什麼意思呢 做分析 絕對可以對非結構化資料分析 那 如果你這個資料 你常常會要去增三改 要增加刪除改 要去改它的內容的話 那你就要真正把它變成一個結構化的資料 才可以改 這是有一個 我們資訊工程處理的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那 直接用圖來看 就是 我們一般在做大數據分析的架動 都跟這個架動非常類似 第一個 現在做大數據分析 基本上就是會建立一個 Hadoop的重啟 因為 Hadoop的技術 就可以把很多台12串起來 變成一個巨大的12群 那可以選擇很大的檔案 然後呢 這次呢 台積電 提供的資料 它就是一個很巨大的檔案 然後它放在這裡面 這部分是 這個比賽單位都已經做到的事情 未來 假設你們 畢業以後 真的到半導體上工作 可能 你是念資訊的 可能再負責建這個 或者建 把這個東西塞進來 這邊很多 基本的工作 但是這次比賽這些都建好了 那我們要針對它分析的時候是 這個資料已經在Hadoop裡面以後 它就是在 它就是處於一個 非結構化的資料 就是一個檔案的存在 好 所以呢 我們在分析的時候可以思考 我直接去分析它 或者我先轉換成結構化的 結構化的格式 就是真的 整理成一個table 把該擺的位置都擺好 意思是這樣 那我們先談這件事就是說 我假設 我們這一組經過很密集 我們列的討論以後 發現就是說 我們想到一個獨門的方法 就是 我可能把這個大的資料 先塞 塞成某個比較小 小一點以後呢 我還是真正要整理成一個table的格式 然後我開始要想辦法去加工 好 假設你是選這一招的 那你就開始思考說 我這個怎麼樣把非結構化這樣 轉成結構化 不是只是想好怎麼分析 而是真正去按照那個table 的格式把它擺好 那你就會用到這個 Haturn的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做 Hbase的工具 那這些呢 你這次比賽的環境都準備好了 那 裝進Hbase以後呢 可能還會再用到 那歷史科技有一個叫做 HairDB的工具 就是你可以透過一些圖型化的介面 去真正整理那個table 然後 對那個table你要怎麼查詢呢 那 只要是 念資訊的人 大部分都要了解一個 SQL SQL SQL的概念 就是透過一個標準的查詢語言 去資料 或者設一些什麼條件 在會 去對這個 透過這些介面 對資料做 查詢 而且還可以做 增加刪除修改 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的資料 是要加工的 那你就要把它整理成一個 結構化的table 來做處理 當然 如果說 你覺得說 我不用啦 我可能 可能我們這一組 大家討論完就很多想法 我可能可以直接對這個大資料 做很多次的分析 但是 大家務必要想好 就是說 你不要一次就把那個巨大的資料想罵 塞到 某個統計工具 就希望分析出結果 通常也這麼簡單 通常裡面會有很多雜訊 通常 各位想嘛 就是 一個WAFER 從頭做到尾 基本概念 要經過300站 300到500站 那 這一個WAFER呢 可能考題就是說 這個WAFER為什麼做不好 你要找出來 到底是哪一站出問題 可能螢幕是比較像這樣子 那300站 都出問題的機會很少 因為那整個WAFER早就被丟掉了 所以可能在這個 一連串的資料裡面 你要找到某一段 可是如果你把全部的資料 都塞到那個模型裡面 會長這麼多狀況 就大部分資料都正常的 那個異常的東西 可能被淹沒在一個正常的資料裡面 所以你可能要開始想 我要怎麼去分段看這個資料 或者我先寫一個什麼樣的層次 把我覺得沒問題 先把它篩選掉 剩下一個比較有意義的 我們就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你譬如說 300個問題 你縮小到譬如說 五到十個 這個東西拿去建立模型 那把其他的當作正常來比較 然後就發現 看起來很像他真的有一些什麼問題 所以資料分析 它是一個 攏長枯燥的一連串的行為 不是大家做起來 然後拼命的想要想出一個方法 然後就分析就結束 沒有這麼好看的人 他們就是要不斷的做實驗 或者說大家不斷的討論 就是我覺得可能是什麼問題 我們就把其他東西排除 先針對這個問題 開始抽絲剝繭 找出那個蛛絲馬跡 所以這過程中呢 因為這次比賽的單位 也準備了有 有SBSS 個IPM工具 還有MetLab工具 還有SaaS的工具 所以有很多統計工具可以做 可是別忘了 就是單獨用統計工具 想要真的很快找到問題 可能還差一小段 這一小段就是要想辦法 對你的資料做了解 所以你既然對資料做了解的時候 就可能會需要一些技術 怎麼去看這個很大的檔案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說你如果針對裡面 結構化的部分可以抽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table來看 但是又回到就是說 假設資料量還是很大 你又希望在裡面做一些什麼篩選 那就可以用幾個方法 就是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通常還是一樣 要先判斷哪些是想要處理的目標 還能建立所謂的 就是大家想想好 我現在要分析什麼 譬如說我想要分析 某一種參數 那你就要在這個茫茫的這個File裡面 能夠找到什麼是你要的參數 大家一定會討論 而不是閉著眼睛做分析嗎 然後呢 你可能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這個大的檔案 就直接丟到工具試試看 但是通常不會把全部整個丟進去 一定會切割啦 先看看感覺 所以今天介紹了這麼多工具 很多工具都可以讓你去用的 所以透過這個比賽 大家可以學哪些工具的使用 但是不是說你每樣都要很精通 就是有很多工具可以幫助你 然後你可以選一兩種來用 那當然有了感覺以後 你就可能會把部分的資料 開始做所謂的結構化處理 就是真正的根據你所設計的table 的格式把資料擺進來 就是原始資料可能 譬如說5G擺在那裡 你把它搖的抽出來 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這個技術叫Hbase 你把它擺進去擺好 然後呢 開始去想你的演算法 當然 不一定全部的演算法都要自己寫成式 因為 有這麼多工具 都有很多現成的工具可以用 那也許各位有念統計的 就已經習慣 譬如說用R這種工具寫了 那也可以把它裝進來一起用 那 但是呢 假設你還是要面對一件事就是說 這些都做完了 有感覺了 你想要還是要去做一些資料處理的動作 譬如說把達訊去掉 或者說 有一些紙 你要做一些轉換 那你就開始要思考 我是不是要寫一些程式 去處理這樣子的一個巨量的資料 那 以過去來講齁 就是說大家在學好Doop的時候 其實都在學一個叫做 MapReduce的一個寫程式方法 那當然都會可能有很多人說 怎麼搞MapReduce 就是假設你們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到大數據比賽 那你們這一組人 通常就會選一個 第一個就是如果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 就是你就是你趕快去學MapReduce 如果沒有的話就猜拳 輸的去學 就是 你要在上面寫程式去處理資料 基本上要選MapReduce 可是呢 MapReduce比較像是一個程式 就是我寫了一個 我想到一個方法 然後我可以去處理資料 那今天要介紹 講 時間都快到還沒講到主角 主角叫做Spark Spark 是這幾年才開始非常熱門的 那 基本上他的角色跟MapReduce很類似 就是 我在Hardum的重集上面 我有一個巨量的資料 我想要去處理它 那過去呢 你就學寫MapReduce的程式 那 這個概念就是寫程式 但是Spark是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 你怎麼去處理資料 意思就是說 透過Spark這個工具 可以去定義 資料是什麼東西 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有一個5G的半導體資料 我就定義我的一個 資料集就是5G 那各位 就什麼 都是白講 對 假設你沒有任何想法 你的資料集 你的dataset 面對的對象就是5G 你就開始想 這個5G好大 我可不可以縮小 好 那你們就要討論 我這個5G要怎麼縮成1G 你就說 反正每遇到5個數字 就把4個都刪掉 這是一招 Rundant的Run3 好 這一招 當然大家一定討論完 就這個一定不開心 那你就會想到很多策略 所以你開始 第一用Spark這個語言呢 就可以去定義 本來是一個 面對的dataset 是5G這麼大 你可以定義一些規則 那這個數字叫做 定義一些filter 一些篩選器 怎麼定義呢 就要學Spark 定義好以後 透過這些篩選器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dataset 本來5G經過你的定義處理完 面對的可能是一個五分之一大小 變1G 1G以後可能這就是你的對象 你就開始想 不過怎麼去分析 你就可以再定義一個新的dataset 所以簡單講 MapReduce就是寫程式 還是基本的所有程式的要素都在 但是Spark就是改成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看這個資料的概念 我們先有一個概念就是 那你們要看你們這一組的專長 不要說有一個人 你今天很厲害 你會寫MapReduce 然後你就說不行 所以你現在流行Spark 叫你再學 因為要用自己比較厲害的嘛 假設都差不多都不熟 那你們就可以學一個比較新的 因為像去年的Hatube的重疾 基本上還沒有提供Spark的功能 那今年也都開始陸陸續續提供了 那當然就是說 可能各位就會有人提出疑問 我一定要用MapReduce或Spark嗎 當然有的人 他本來就很熟悉 統計的函式庫 這也是一個類似 介於統計跟寫程式的方法 你可以去處理資料 所以方法有很多 那利用Spark的分析的流程是這樣 就是我利用Spark這個工具 其實我都在想 我怎麼面對這個大資料 然後各位看喔 這些資料有可能 有可能你本身真正在處理的那個Data 是還沒有經過處理的 可能是一個原始檔 這個原始檔是一個5G的一個檔案 所以我會定一個看這個資料方法 那在Spark的定義裡面呢 他有一個數理叫做RDD 就是 Spark就是一個一連串定義RDD的過程 各位說什麼RDD RDD就是你定義什麼叫做你要處理的Data Set 那當然舉個例子 假設你的RDD就是沒任何條件 就是我就直接看這一筆資料 那你的RDD就是原來的這一大筆資料 那你的這一大筆資料可能會做一些轉換 意思就是說你再多定一個新的RDD去代表原來的資料轉換成新的 那這些經過你的定義 誰去寫這個程式 Spark這個工具 Spark這個工具就直接幫你把這個東西寫好 所以你們這一組就可以討論我要怎麼去看我的資料 舉個例子 我現在分析的資料可能是全班的身高 那你說啊全班的身高我要分析這個平均很要沒有什麼意義 我可能要一個filter 只要大於180的我都認為那個是異於常人 所以我要設一個RDD就是 只要大於180我都不要看 好那你就全班的身高裡面180就被filter掉了 剩下180以下 欸這時候你可能 因為你可能 你們這組會對資料討論會有感覺 所以那個filter啊什麼的那些條件就可以利用這個語法慢慢的調整 或者說剛才前面的一場有舉例嘛 就是萬一你們這一班裡面有姚米又納豆 所以你可能要去把那個極端的值都把它刪掉 所以你可能會設一個條件 就是大於190跟小於160都不看 這樣子的資料就可能會更加的鎖定你想要找不定雕了 OK 那我們今天不去特別講Spark的語法 但是跟各位說明Spark的角色就是 我們過去在寫程式的時候就是想說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data input進來 然後做什麼樣的處理 寫一些回圈啊 處理啊然後再丟出來 過去MapReduce是這樣寫程式的 那RDD的概念 Spark的概念就是 我要怎麼去描述這個dataset 就更接近我們在資料分析的一個想法 那Spark很紅啊 原因就是因為 他為什麼很紅 那就是因為他做了一些崩崩尾業 那讓他在這一兩年齁 突然間串擊 因為大概在兩年前是不太有人管這件事的 但是他不是最近一兩年才出來 他早就出來了 那特別是去年齁 本來那個 本來那個opensource的code大概19萬 暴增到37萬 意思就是說很多人貢獻進來 然後有500個以上的產品的開發 是BESR 是依據Spark這樣的技術開發的 那他做什麼崩崩尾業呢 就是過去在2013年之前 在大數據的排序的比賽 裡面呢 事實上用Hardtube創造的一個紀錄就是 他利用2100台的機器 在72分鐘之內 把他針對100T的量去做了一個sold 一T就是1000G嘛 應該知道 所以這個很大的一個東西 那但是呢去年 Spark Pro紀錄 他用比較少的機器 207台 然後用比較快的時間 23分鐘 擠了同樣的問題 所以Spark突然間紅 好大家就開始思考說為什麼他紅 原來他有一些什麼什麼 在memory計算的一些技術等等 可是我們現在要思考 就是說我怎麼去用這個工具 那我覺得最大的關鍵就是 MapReduce是寫程式 Spark是看資料 那譬如說我舉一個 我們在學 Hadoop程式裡面最基本就是 我算字數 現在假設你有一個檔案裡面 是一個很複雜的一篇文章 好多字好多字 你希望用Hadoop算說 This is a book 例時出現幾次 以時出現幾次 出現幾次 好這就是一個 Walkart的一個題目 那過去呢我們在寫Hadoop的時候 都用MapReduce這種寫法 一個是要先定義叫做Map 什麼工作要分給每一台做 叫做Map 然後再寫一段 扣訊描述什麼叫做Reducer 各個做完以後怎麼把它收起來 你第一台算DIS有100次 第二台算了50次 你要有一個Reducer把它夾起來 變150次 然後呢這兩個主要的功能是 要有一個主程式去呼叫它 所以基本上MapReduce就是寫程式 在分散式的系統上寫程式的一個方法 所以要寫大概三頁的Code 進到Spark時代就是 我要怎麼去看資料 我只要去定義 我現在要做什麼 我想要看資料 我要定義哪些篩選的條件 我就把它寫在裡面 所以寫完了 當然這邊有一點小作弊 因為Spark用了一個更簡潔的語言 叫做Skera 它跟Java很像 但是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假設各位有的組別 是想要用Spark的語量的話 那你就要派一個人說 你好好去讀Skera這個語言 當然現在新版的Spark 用加碼也可以通啦 用牌子也可以通 但是我不太確定那個效果有沒有一樣 所以 剛才三個Page 三頁的一個Code 經過Spark來寫 就很簡直就寫完 因為它不用管說我程式怎麼跑 它只要管我要怎麼去看資料 那其他的事情它做完了 不是說它沒有這個程式是它已經可以做完了 那 當然如果 這個 大概如果你們在這次比賽要用的話 你就要知道怎麼去定義所謂的RDD OK 那 細節 時間關係就不講了 我會講一個更新的 就是 Spark在今年 今年六月多的會議 又提出了一個新技術 叫做Spark的Data Frame 就是 直接用 一連串的語言 去描述 你要看的資料的樣子 就是 簡單講 它又更離那個程式語言更遠 更清楚的用一個 簡單的語法來定義 什麼叫做Data 所以它的同樣一件事的code又更短 所以它一個眼鏡就是 它希望讓做資料分析的人 當然你可以選擇很多工具套裝軟體去做 可是因為 套裝軟體顧名思義就把很多分析方法都綁在一起 已經設計好了 那 你總會有遇到就是說 這些軟體不夠用的時候 那 可是你又不想要去學很多寫程式的細節 那 用Spark可能是你一個 可能介於中間的一個方法 那最後再說明一下就是 今年度 Spark 特別提到就是說 它未來在Hadoop裡面的角色 它可能會比較是 focus在Machine Learning這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新版 譬如說 我們 我們現在一般 我們自己在做實驗 裝Hadoop的時候 不太會去裝 Open Source的Hadoop 會去裝某些有品牌的Hadoop 那現在這些有品牌的Hadoop 裡面都會內建 Spark 但是呢 大部分都把Spark定位 才做Machine Learning這件事情 因為 做Machine Learning 就是你會有很多想法去改變資料 可是你又很懶的寫程式 所以 譬如說我現在做一個分群 就把全班的身高 我要做一個分群 那你可以定義一個RDD 就說 這就是每一個人的身高 每一個人就是一個RDD 你可以做RDD跟RDD之間的合併 就有點在做分群的動作 那這些呢 都是比較像 我們在做資料分析這件事的時候 對資料的看法 OK 那最後 呃 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 歷史科技在這個比賽裡的負責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提供資料分析的課程 好那 但是有一課 已經上禮拜五 在清大開貨了 然後 明天再清大有一個Spark的課程 如果你明天有空 然後 還來得及 因為今天還可以再往上報名 明天再清大有一個Spark的課程 然後另外 呃 9月初在成大 有一個 就把這課人再動縮一下 一整天的 好 就是把HBase啊 還有Spark 這一類的東西 那 當然因為 這些技術 可能講得細的話 要很久的時間 但是 我們考量就是說 你們這一組 假設全部都是統計啊 這些的高手 可能不需要用到技術 資訊的技術 可能就不太需要參加這種課程 但是假設你們這一組裡面 你們的概念會覺得說 我的分析可能 我還是要寫一些程式來分析 你可能就會需要去了解 怎麼樣把資料變成結構化 來多次的增山糾改 然後或者是 你怎麼去寫一些Spark的 RDD的一些設計 怎麼去分析資料 那當然因為這次比賽比較鼓勵 是一個跨率嘛 所以可能這方面 只是還是要大家設略一下 就是說 因為整個分析過程就是一個 不斷的重複 然後不斷的 能我們團隊跟資料對話的一個過程 本來就是一團 看不清楚的 你希望找到裡面有一些東西 代表異常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對話過程 那假設在比賽過程中 你們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有一些資訊方面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寫Email問我們 那我們的角色比較是在這些場上裡面 我們是比較偏資訊這一面 有些場上比較是屬於 統計那一派的 但是華山論見 這個沒有一定的輸贏 就是因為資料分析本來就是一個 多重領域的一個整合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OK 那我今天就很簡單的報告到這邊 然後預祝各位在未來的比賽 都有好的名次 然後會後如果有問題 就歡迎來考慮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江副總 那接著的話是最後 如果有問題的話也歡迎大家 就是質疑問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今天也辛苦大家一天了 那我們下星期的話 還會有陸續的請討說明會 還有一些陸續的課程 那請大家也可以持續的在 大數據的網頁上去 持續的追蹤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就是年輕的網站 那今天活動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請ệu我們在下星期間 會不會嗎 我們會不會期待 坐下星期待 有很多事 有很多事 我們會看到 有很多事